离婚后第一次见面 云西 我们都离婚了你还来找我干嘛 那离婚归离婚 你也不能把我微信给删了呀 我们都离婚了我还留着微信干嘛呀 那好歹我们也是夫妻一场呀 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来找我干嘛 我来找你要孩子的抚养费 什么孩子的抚养费 我这些已经给过了呀 我们不是三千块钱离婚鞋上 那个说好的吗 三千块钱完全不够呀 你就你自己算一下吧 现在养孩子有多贵 第一各种兴趣班补习班 还有各种活动 你自己算算 我差不多算了一下一个月一万块钱 所以说 我现在自己三千八 当初你自己跟我讲 一个月三千块钱的抚养费 然后少要给你 那我现在 那现在不是别人的孩子 你说是吧 都上各种兴趣班补习班 还有一些乐器啊 舞蹈啊 是吧 那我们的孩子也要跟上 我不跟你说了吗 还差七千 差不多一个月一万块钱 我觉得够了 你说你现在一个月三千块钱的工资 我三千八 三千八 你说你现在一个三千八块钱的工资 你养小孩 你 小孩跟你肯定吃苦啊 但是我舍不得我的孩子 这样 那你把小孩带给我来抚养 那不行 肯定跟爸爸这边 跟爸爸亲呀 跟爸爸一起住比较好呀 那肯定是跟爸爸亲呀 爸爸这头的亲戚 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我打算给他报音乐 我觉得我唱歌还不错吗 所以说我想唱歌还不错 所以说我想给我们的孩子报个音乐培训 我觉得挺有潜力的 你到底给不给万啊 我说你当时 只有两万块钱先拿着 这两个月都不要过来找我 我当时就不该把小孩判给你 离婚后第二次见面 云霞 你又来干嘛呀 我们还是把微信加回来吧 不加微信吧 加微信干嘛 你作为儿子的妈妈 难道你就不想看到你儿子吗 我当然想看到儿子呀 你干脆直接把他交给我来抚养就好了呀 那肯定不行的呀 当时离婚协议都说好了呀 而且我平时也会在朋友圈里 分享一些关于儿子的日常 这样的话你也看得到呀 什么时候这么关心儿子 之前都没有见你拍过 哎你就加回来嘛 好不好 我求你了你加回来吗 你是不是现在都平时带他出去玩呀 我我肯定要陪他的呀好不好 那 那我赏你吧 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我赏了你 那我赏你吧 说吧 你现在找我有什么事情 肯定是 今天要加微信了 我 其实 怎么了 说呀 开不了口快点说我还有事情呢 哎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我们离婚这两个月吗 最近太压抑了 然后然后呢 想带儿子出去散热心 你还会压抑的 你不应该会很开心吗 不开心是 要带儿子去玩 嗯是的 我想带儿子去海边 去海边 嗯 是他想去还是你想去啊 但是 儿子想去 然后呢 去海边就去呗 那我想要 想要在你这里支援一点旅游基金 什么 白语我又不是你的提款机 哎你真的把我当提款机了 嗯 你也知道 才差八千块钱 那你也知道三样 这种消费都很高的吗 白语我现在都已经离婚了 嗯 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你是不是肯定我性格 什么时候可以改一下呀 我 学弟啊 这里面 有一万五 剩下的七千块钱 你去美学店买点东西 你看你穿的是啥呀 我 这皮性格再不改的话 我觉得你要再这样 你还会 哎 明明就大比较温柔 也许人能给你更多 离婚后第三次见面 云星 白语你又来干嘛 要不我拿钱吗 嗯 儿子说想妈妈了 让我过来找你 那前两天儿子不是回家了吗 现在我爸妈在带 那个 云星你明天有空吗 我带你回老家 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儿子吧 明天没有空了呀 嗯 嗯 我爸妈跟我说 儿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喊着找妈妈 嗯 我觉得吧 我们两个离婚对 儿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嗯 当初确实是我的问题 你真的非常好 是我太幼稚太不懂事了 把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毁了 我每天也在想儿子呀 毕竟小孩是我的亲骨肉 我每天都在想他 但是我这段时间真的好忙呀 要不等 我们过段时间吧 过段时间我一定 抽时间可以去 回去可以 好吧 这样吧 你怎么了 这里有两千块钱你先拿着吧 先拿着 这玩意下来不好啊这样 没有啊 一个孩子买点零食和玩具 你自己先留着吧 你现在妈 爸妈不是带着他吗 你先拿两千块钱回去 让你爸妈好好带着咱们的儿子 好吧 小孩子从小就一定要用心照顾好 要细心一点 嗯知道 一定要教好教育好 我爸妈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儿子 但喜欢那你不就跟你妈妈说 过段时间还好了 你给你一起不去看能不能玩 你要不在这边一起吃个饭吗 哎那明明事啊 明知我还没能力发护他